好的,我們現在進來了 Procreate的畫圖介面 好,那Procreate這個介面呢 我們可以大概這樣記一下 如果你是要跟你的筆有關的 你要畫圖,你要改橡皮擦 你要塗抹,你要調顏色都在右邊 就是跟你畫圖中間會用到有關的 都在這裡 那跟設定有關的 比方說設定畫布 然後裁切尺寸 設定你要一些什麼輔助線啊 或是你要調整你畫好的圖 要移動它,要選取它 要調顏色,調整這些 都在這邊,都在左上角 那左邊這兩個就是尺寸 就是畫筆的尺寸 下面是透明度 就是你畫筆的,筆刷的透明度 那中間這個框框 它是一個多功能框框 等一下會講它可以怎麼用 好,然後下面就是一個上一步,一個下一步 那上一步跟下一步 分別可以用你的手指頭來代替 上一步就是兩根手指頭點一下 下一步是三根手指頭點一下 那如果我在畫面裡面畫了很多東西 那我現在用兩根手指頭按摺 它可以一次就是快速的上一步 那用三根手指頭按摺也一樣 它可以快速的下一步 然後Procreate一個重點是 它會自動儲存 你現在畫到什麼程度 關掉這個APP 或是你按回作品集 再打開 它會幫你自動儲存 這也就是說如果你畫錯了 像說我畫了一個有臉的太陽 然後我現在把它們畫在同一個塗層了 可是我想要把臉分開塗層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上一步上一步上一步 然後再新增塗層去畫臉 但是呢 如果說你先點開了這個作品集 點回去了 或是關掉Procreate再回來 你就沒辦法上一步了 這個上一步就會不見 所以在用Procreate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一點就是這一點 好那再來我就 從右邊開始一個一個點開來 這樣他們在幹嘛 第一個是筆 這個是塗抹工具 這個是橡皮擦工具 點開來都會進到一個筆刷庫 那這個筆刷庫呢 三個是共用的 他們點開來是同一個筆刷庫 這個筆刷庫的地方 你就可以去選擇 你要用什麼筆刷 那這個常用是我自己設定的 那這邊調尺寸 調大一點 它就會變一個很大隻的筆 調小一點 畫出來就是很細的筆 那透明度把它調低的話 畫起來就會變得比較淡 塗抹的功能就是把它抹開 就是用手指這樣抹抹我的意思 那一樣可以調整 尺寸透明度 那在這邊塗抹的時候 透明度會比較像是強度 就把這個透明度調低一點 強度就會變弱 就是你要多抹幾次 或是你要用力一點抹它 它才抹得開 筆刷庫左邊 它是一個分類 那點分類進去呢 比方說點碳筆進去 它就會有一些 碳筆分類的筆刷 這邊筆刷再點一下 會進到筆刷工作室 那這邊你就可以調一些筆刷的屬性 在穩定化的流線這裡 你把它開很高 那你畫出來的線 就會自動變得很直 那把它關掉的話 比較可以順著你畫的線 比較可以這樣順著你的筆 然後另外一個會改的東西 是在渲染這邊 渲染這裡有一個混合模式 混合模式正常就是正常 那混合模式如果你選其他的 像我現在選的綠色 就會發現它越畫越亮 那選色彩增值 它就會越畫越暗 那有的筆刷它預設這邊 會是色彩增值或是其他的 那這個也可以把它改掉 右上方這個加 你可以自己從頭到尾畫一個筆刷出來 按這個匯入呢 你可以匯入你去下載的 或是你買的筆刷 然後Procreate有一個功能呢 就是它叫速創形狀 比方說我畫一個不太直的線 但是我沒有放開 就是我的筆尖都是沒有放開的 那筆尖不放開的情況 它會自動變成一條直線 那這個直線呢 如果你另外一根手指再伸出來按著 它會變成可以這樣 看起來是四五度 除了直線之外呢 圓形也可以 那也可以畫個圓之後按一下 變正圓形 然後也可以正方形 長方形 然後半圓形 三角形 然後幾個圖形 它就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如果覺得它泡完太快變成一個圓圈了 你不想要它變一個圓圈 你想要就是維持你手的那個筆觸的話 在這邊設定 操作偏好設定 按手勢控制 這裡有一個速創形狀 這邊有一個延遲幾秒 我現在是延遲0.2秒 如果你覺得太快變成圓形 你就把延遲拉長一點 如果你覺得太慢了 要在那邊停著很久 才變速創形狀 那就調少一點 顏色這邊就是調色盤的意思 然後在顏色這邊呢 下面有幾個色圈啊經典調和參數 然後我自己習慣用經典 因為我覺得在經典模式 我比較好找到白色跟黑色 然後在色圈的話 我覺得這個白色的位置不太好找 然後白灰黑的距離有點太短 所以我比較不喜歡用色圈 反正就看自己習慣 外圍呢就是彩虹色 紅色紅綠藍電子 然後中間就是看你要多濃多亮多深 顏色在色圈的這個模式啊 你也可以用兩根手指 把中間的這個圈圈放大 你可以放大一點 可以吸到更多一點點的顏色 那我自己習慣用的是經典模式 經典的話下面這三個就是色相 然後第二個是飽和度 第三個是明度 在調和這裡啊 他會給你看說這個顏色 這有個小字 他寫分割互補色 就是我們剛剛選的橘色 他就給你看這個橘色的分割 互補色是什麼 然後分別還有 互補色、類比、三等份、矩形 再來進到顏色的第四個部分 這個叫做參數 這裡有一個HSB H就是色相 S就是寶和度 B就是明度 就用這三個來控制顏色 然後右邊這裡會有一個數字 右邊這個數字呢 你可以 比方說現在我用Procreate畫圖 然後也要用電腦畫圖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找他的顏色 你用PS開選顏色的那個視窗 你也會看到有這個HSB可以選 然後一樣可以設定他的這個數字 那這個數字呢是同用的 不會說在Procreate裡面 這個數字畫出來的顏色 跟電腦畫出來的顏色不一樣 那RGB一樣這個數字呢 你在其他的軟體裡面去設定一樣的數字 就會找到一樣的顏色 然後這個16靜置這邊有一個景 什麼什麼的 這個是網頁色票 那一樣你用其他的電腦軟體 其他的繪圖軟體 輸入一樣的這個色碼 就會找到一樣的顏色 有在用網站網頁的話 好像比較會碰到這個16靜置的這個顏色 再來到最右邊這裡是調色板 調色板是可以存一些你常用的顏色 然後一樣會有內建幾個 內建好像是這三個 攀登 螢火跟常用 那我不知道不同版本的內建有沒有不一樣 那你可以自己新增自己的調色板 這邊在新增的時候就是按右上方的加 可以新增一個空白的 空白裡面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你可以調一些喜歡的顏色 然後在這裡按一下 它就會存到這個裡面 那你可以按很多下 就會存很多這個顏色 那如果要把它刪掉的話 就是長按它可以刪除 然後也可以按著 然後拖移它的位置 旁邊這裡有一個色卡 但這個也是偏沒有用的功能 它會跟你講這個顏色的名字 然後再來下面這個點來自照相機 它會打開你的鏡頭 然後我可以點來自照片 來自照片 你可以選一下你的iPad相簿裡面 像我點的那隻兔子之後 這裡還會用那個照片去分析裡面的主要顏色 然後幫你自動配成一個調色板 調色板的三個點點點按下去 也是分享布置三處都是一樣的 然後這裡有一條歷史紀錄是 你有選了什麼顏色 畫一畫之後 它會幫你記在歷史紀錄這邊 像我們在畫圖的時候 要一直調顏色嘛 你就要一直點開這個顏色 然後調個顏色之後畫一畫 再點開來調下一個顏色再畫一畫 那這樣要一直點開來 其實還蠻麻煩的 這時候你就可以按著 顏色上面這個橫桿 把它拖椅出來 它就會變成固定在畫面上的一個調色盤 那我們這樣子就可以比較快速的來調顏色 那也可以使用調色板的功能 讓我們更快的完成一副作品 而要將 backups點開來調色 我們下一個調色的時間 我們下一個調色的時間 我們下一個調色的時間